大家好 在今天受到了整個西南風 帶著水汽進入 一大早的高屏地區 就有強降雨的狀況出現 但是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到了中午以後 雨的部分 都已經逐漸的停下來 只剩下山區的部分 有零星的午後真雨 天氣形態來說 隨著明天 封面要逐漸的接近了 我們的降雨狀況 到了明天的下午以後 也會要開始明顯的增加了 所以要提醒您 水溝疏通了沒 還沒疏通 趕快疏通 梅雨季的第一波的梅雨封面 預估在明天下午以後 開始接近台灣 影響10天有4天的時間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 今天的幾個觀測資料了 第一個 先來注意到 高雄古山的雨最多 早上的時候 噼哩啪啦的下下來 下到了97.5毫米的降雨 雨大 風大 加上有打雷的現象 因為外海的對流雲層進入了 但雨量的部分 我們從這張雨量圖 就可以注意到 紅色的點點狀 這個就是高雄的古山這邊 因為外海的水溪進來 高平地區 靠近海邊部分雨量多 往北看可以看到 台南的海邊也雨量多 接著就是在彰化 台中 跟包含了苗栗 這海邊的部分雨多 可以注意到 整個降雨的形態 都偏向於海邊 最重要的就在於說 西南風帶著水溪進來的時候 這裡如果是海洋的話 風場在進入陸地以後 在海陸的交界之處 它開始會有抬升上來 這麼一抬升上來 雷雨包就會逐漸地形成了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到 整個梅雨封面的 強降雨的狀況 都是在海陸的交界之處 所以當雨到了 海陸交界之處的時候 整個下下來的時候 剛好我們的西半部地區 通常都是比較低洼的地區 要特別留意的就是在 從現在開始 一直到6月中旬這一段梅雨季 強降雨的狀況 常常會在梅雨封面 接近前的時候要出現 特別留意 那今天的溫度狀況在恆春鎮 今天中午是到了31.8度的高溫 禮拜四要轉雷雨了 封面要接近了 山區的部分會有濃霧的現象 這一波封面 預估停留的時間 有四天的時間 五 六 日 一 到禮拜二就離開 我們接著來看看 來看看雷達了 這一張雷達上面呈現的 我是用了12個小時的雷達圖 來告訴大家整個雲系的發展 也可以看到 在晚上的這個時候 現在的雲層 目前在台中彰化這邊 海邊有小的雲帶進入 南投山區還有點我後的 雷震雨的江雨 正在消散當中 但在今天早上的時候可以看到 南台灣就是這個雲層 快速的進入到了陸地 而造成了明顯的江雨狀況 在高雄跟屏東這邊出現 不過早上的水晶 水氣波段在中午的時候 逐漸的離開 我們的雨的狀況 也隨著整個水氣 逐漸的離開之後 而都逐漸停下來 甚至下午的時候 有些地方陽光 都已經開始露臉了 從色調強化的雲圖中 我們來看一下雲層 這個雲層 就是早上影響 我們台灣上空的雲層 已經逐漸的 往東北東的方向離去了 目前封面的位置 是在華南接近到我們 北方的海面上的位置 這個封面系統 在今天晚上的時候 還沒有接近到我們 但要注意的是 明天下午以後 封面開始逐漸的 往南的方向要移動了 目前在香港的南方海面上 還有廣東福建海面 這邊有些水氣 這些水氣在明天的早上的時候 會逐漸進入的過程當中 也會使得我們中部以北 有些局部性的 短暫的降雨狀況 我們接著就來看到 現在這時候的彩色雲圖了 早上的雲層通過 造成明顯的降雨的狀況 尤其在高坪海邊部分明顯 低洼地區的朋友 水溝一定要趕快疏通 因為強降雨下來 如果排水來不及 就容易造成一些 積水的現象出現了 而這個雲帶 已經逐漸的離開了 目前在今天晚上的時候 香港南方這邊的 海面上的雲層正在發展 但你可以注意 它也在消散 因為它在海面上 雖然發起來的時候 雨有時候就下在海面上 進入到接近我們的時候 有時候雲層已經消散掉的話 那就沒有強的水氣波段進入了 可是封面雲帶 在我們台灣的北方的海面 我們不穩定的天氣 就會從明天的下午以後開始 為什麼 因為封面明天 開始要往南移動了 當封面在禮拜五逐漸下來 禮拜六的時候 就已經逐漸的到達了 我們台灣中部的位置 而星期天就往南移動了 所以當封面 在逐漸難移的過程當中 要特別注意是 風前的西南風 因為西南風會把水氣帶進陸地 帶進陸地 就我剛剛畫給大家看的 地形的抬升作用 就容易造成降雨的現象 但注意到北方 北方有冷高壓會下來 那我們就來看到 兩個時間點的地面圖了 第一個 先來看到的時間點 就是在這禮拜天的時候 禮拜天有沒有看到 封面難移 封面已經難移 到達了我們台灣中部的位置 北方的高壓系統下來了 帶進來涼涼的空氣 北部的地區的低溫 降到17度 但這也代表說 冷空氣吹進來 北部的降雨少 但南部的地區要注意是 封面前的西南風 帶進來的水氣量 會讓南台灣 在禮拜天降雨人多 接著到了下個禮拜二的時候 下週二的時候 整個高壓系統已經東移了 冷空氣走了 相對的封面帶也走了 我們的天氣狀況 就會開始逐漸的好轉 所以天氣狀況來說 四天的時間 五 六 日 一這四天 都是梅雨封面的影響 徘徊在附近 天氣不穩定 就來看看今天晚上 到明天的溫度了 晚上的溫度涼涼 明天白天北部地區 到中午以後的降雨狀況 快中午就增多 中部地區要注意 山區有濃霧 局部性的雷震雨 明天下午開始明顯 南部地區也會轉為 有震雨或雷雨 明天早上還是有陽光 到了東半部地區的 短暫加雨狀況 山區有霧 外島地區要注意 是今晚的濃霧現象 馬祖金門明顯 未來一個禮拜可以看到 雨的部分有四天的時間 到了禮拜一降雨減少 禮拜二以後開始天氣好轉 禮拜三天氣晴 外島地區要注意 這幾天都有霧的狀況 小丁鳴兩件事情要提醒 雨區行車要特別注意安全 水溝要疏通 嚴防積水事件發生